納斯特赫金融中國指數8月19日又暴跌 盤中收跌5.14% 中共當局17日再次出手打壓新倉科技公司 公告稱將就禁止網絡不正當競爭的規定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 原本趁勢逢低買進中概股的投資人也喪失信心 開始拋售中國股票 據彭博社統計 主要投資中國互聯網股的CraneShares基金 KWEB 價格已從2月中旬的高點下跌60% 這隻指數股票型基金 ETF資產規模49億美元 中國科技股這輪慘重下跌期間 不少投資人進場逢承接 KWEB 自至上星期創下連續5個星期資金淨流入記錄 7月間還出現單日淨流入創新高 然而8月19日數據表明 這隻ETF已連續3日資金外流 Miller-Tabek 首席市場策略師 馬利預料 中概股未來會更壞 彭博分析師 Eric Bouchinus表示 由於中共當局監管政策的不確定性 持續發酵 逢低進場的買家期待的反彈 至今也未出現 他們開始失去信心 加上原先看好中國市場的基金經理人 都開始撤資 例如女股神 吳德 Kathy Wood的旗艦創新ETF 她的中概股佔比 從2月份8%降至0 令到ETF投資者信心更動搖 中共監管機構從7月以來 密集出手打壓中國科技巨頭 以及教育培訓業 造成股票動蕩 波及海外投資者 投資者擔心 這一輪打壓才開始 還未到結束的時候